热腾腾的肉桂卷出炉 烤出金黄可口色泽 不过随着电费调整 用电量大的面包店 首当其冲 现在大概用了5000度 5000度它这个电费是4万块整 是非常恐怖的 4万块 对我们一个小店家来说 4万其实已经在我们尽力的 很多的部分 不止烤箱耗电凶 冰箱冷冻柜更是24小时开着 让业者大喊吃不消 那当然我觉得电费是要看 行业别 就像夏天是饮料的旺季 是面包的淡季 那面包在夏天已经很辛苦了 就加上它的开销 是它会比较不好生存 用电越多对于涨价越有感 撑不住的电价 对小吃店来说更是有苦难言 就是这样赚不到钱 还要涨电价 你电价长嘛 现在客人没有很多 一个人进去 也是这样子开 十个人进去 也是这样子开 许多小吃店都希望店价能动涨 毕竟现在原物料成本暴增 如果店价再涨真的会吃不消 因为什么都涨的情况下 到时候只能反映在价格上 而这次店价调涨 北捷也是受灾户 因为他们光是一年的用电成本 就高达20亿元 一旦呢店价调涨这次呢 最多也会增加1.5亿的用电成本 不过呢 北捷26年来是没有调涨过票价的 因此不少人担心票价也会不会跟着涨 虽然北捷表示目前还没有调涨票价规划 但店价贸然调整势必会带动各项成本上扬 各行各业稳涨价色变 不过台电亏损严重 至今年4月底已经亏损469亿元 如果再不调涨 台电的财务成本会承受更大压力 加上受到恶物战争影响 全球燃料价格持续高点 全年恐怕亏损千亿元以上 但专家进一步分析 认为通膨当前对于调涨电价 台电应该保守些 一个就是它转嫁成它的商品的价格 那可能有时候消费者价格变贵 就不太想买 还有一种就是说它价格不变 但是它的品质缩水了 疫情过去或者说我们到了下半年 我们通膨油下降的话 再来调民生的电价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对我们的这个家庭经济 产生太大的影响 但话说回来 这次用电大户成为调涨目标 因为根据能源局统计 去年用电量最多的就是工业部门 约1614亿度 占全体57% 但台湾目前电价在全世界来说非常低 住宅用电全球第四低 工业用电则是第六便宜 不过工商大佬担心 执掌用电大户将会造成制造业出走潮 大户用电啊 那对于国家的出口 国家的贸易 国家的税收会有帮助的 不应该来用账大户的电价来处分 处罚 处罚这对国家有贡献的工业界 而根据台电成本资料显示 4月每度电平均成本来到3.07块 但电价仅2.39元 成本比价格高百分之二十八 就算部分用户涨百分之八 成本也难以回收 因此专家建议 应该回归电力自由化交易市场 住宅工业跟服务业各自有不同的需求 你因为要需求把它分开来计价 不要让它和在一起 这是第一个可以比较简单解决问题的 但是长期来看 你还是要把这个电价管制的这个制度 慢慢的松绑打开来 可能要回到所谓的全面的自由化 这个是在国际上是一个很 已经是一个很完很成熟的做法了 国内电价打破四年多来连八栋的局面 政府带头涨电价 同时也得考量对社会层面的冲击 不能只着眼于台电亏损 小老百姓的生活 未来只会越来越难熬 TVBS新闻 陈建民 刘燕轩 台北采访冒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